周国锦 有三个错误 第一 我调进了周国锦 给我布下的陷阱 什么陷阱 我帮他肯定了 袁真 段九红 和将军之间的合作 袁真 三天 段九红三个人 达成了一个秘密的协议 秘密 他们三方共同分享 清理所的秘密 三方共享 我说呢 我明白了 他们放出我的那一天 袁真 段九红 和三田 一起走进了实验大楼 这有什么问题 段九红有君主 袁真有配方 而他们 又都要依靠我们 合作 不是不可能 将军 周国锦是何等聪明的人 他可以相信我们和袁真的合作 因为袁真手上有配方 有合成的经验 但他也知道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 从段九红手上抢走君主 第二个错误呢 这个 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当时 我以为他真的要带我去见陈慧玲 所以我丢掉了我身边的特工 但实际上 我身边有特工这一点 让马护士长进来的时候 已经察觉到了 当时聪明的做法 应该造成一种抓捕我们的假象 再让我们逃脱 可惜 我没有这么做 像你这样的高级特工 也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因为我当时 只想见到陈慧玲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错误 第三个错误 我告诉他 袁真又犯病了 我的目的是要陈慧玲知道 让他着急 但周国锦很可能分析到了 如果袁真再犯病的话 一定有另一种情况出现 我们的试验不成功 是的 他觉得自己又有了一次执行自己使命的机会 这个使命的完成者只能是陈慧玲 我听不明白 将军 周国锦爱陈慧玲 比我要真诚 更无私 甚至牺牲 因为我的存在 陈慧玲暂时认识不到 然而 陈慧玲知道我的真面目之后 可能要报复 这样才能对周国锦有一个交代 对齐晧玲给他的嘱托也得有个交代 也对他的未婚夫邓红被他暴露 在良心上有一个救赎 我想这一点 是周国锦在陈慧玲面前 应用牺牲的重要原因 你解释清楚 军种 配方 袁真都在我的手里 这是周国锦最为关心的 也是我最看重的 不管是回报周国锦 履行齐晧玲的承诺 安慰邓红的灵魂 还是对我进行报复 陈慧玲一定会来找我 怎么说 他是想来毁掉我们手上的这些东西 他凭什么 因为他知道袁真需要安慰 他知道在他身上 他有密码需要破解 大佐 你总是做一些让我感到悬而又悬的事情 这就是我没有在天使广场当场抓他的原因 那么当场抓和他自己找来有什么区别吗 当场抓住会出现我说的那种崩溃现象 再加上周国锦的死 一定会使他的灵魂毁灭 我放走他 给他一点时间 给他一点平掉周国锦的时间 然后他会主动找上门来 他有心气的 有准备的 不理智的 愤怒的 这些正是我为他准备的圈套 怪不得我们这一段时间连连失手 西伊敏郎是个高级间谍 这一次 他主要是对冬田一级辅佐 他的某些权力 甚至大过了三天 这个心理与伤 真是太可怕了 怎么说着 俞美同志还没联系上龙舍兰同志 龙舍兰同志 已经牺牲了 好 报告 进来 初总 最新情报 什么情报 西易敏郎是日本特高科 特别处理署的高级大索特工 马上通知流连 并调动整个上海族 实行最后的命令 是 特高科大作特工 你们的情报 来晚了 做心理分析之前 要先喝点咖啡 你也喝一点吧 来 喝一口 喝一口 你干什么 是不是嫌太凉啊 对点热水 现在就可以了 来 喝一口 你也来喝一口吧 喝完了 我们就来做心理分析 还在装 我看你还装多久 那个 我还能让你装饰 我还是不想让你装饰 我 你 我 我 这 你 我 我 你 一个心理病人 从来就不正面 接受心理医生的心理分析 相反的 他抗拒任何人 进入他的内心世界 一个心理病变者 绝不可能去要求 他内心曾经抗拒的东西 那您真的认为 陈慧玲会回来找您 那您是什么意思 两军对垒 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的胜算 但是信心和勇气 一定要随时准备 我明白了大佐 您请 对 医父的病情恶化 我劝你早做后事准备 我也没办法 我知道很遗憾 你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了 好 就这样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医大佐 你可以开始了 在邓红事件暴露之前 我们只有黄原本提供的共产党人 齐晓云在搞秘密实验 当时并不知道是青霉素 特高科当时的目标 还只是齐晓云身后的邓红 还有上海医疗委员会的整个地下组织 而当邓红死亡事件之后 青霉素就浮出了水面 我要质问的是 当青霉素出现之后 你们为什么没有采取直接的 正面的积极的突破方式 而是绕了这么多的圈子 牺牲了帝国这么多优秀的士兵和军官 直到现在 你们也没有真正地得到青霉素 齐晓云这样坚定的信仰者 随时准备好了与青霉素共存网 我们贸然下手 就什么都得不到 就是把他抓起来审问 都于事无补 我要以最快最便宜的方法 得到青霉素 就要借齐晓云的手 把这个试验完成 这就是我的青霉计划 借机下蛋 你就有这么大的把握 在齐晓云身边 有我们的人黄元本 他已经打入内部 在外围 我也得到所有医生的接受 特别是医院的灵魂人物 陈惠玲 他跟青霉素有什么关系 根据我们的情报分析 陈惠玲的表妹原真 掌握着青霉素的秘密 因为他直接参与了试验 而原真 他的心理病 令陈惠玲头痛不已 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 一来给原真治病 二来帮陈惠玲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一箭双雕 我同时控制住了两个女人 最终的目的 我是控制青霉素 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棘手的事情 其中还包括杀死了三春元少佐 帮助刺杀木精大佐的凶手逃跑 最后还纵容那个凶手 杀死了木精大佐吗 孙春元少佐的牺牲 是参谋部做出的决定 孙春元个人也同意了 至于木精大佐的死 纯属一个意外 意外 我看你是存有私心吧 你的指控 纯属是无中生有 毕公有几个报复点 一共有两个 这 这 不行 还得加的要量 最少加的三到五倍 明白 多安排几个爆炸点 一定要保证把整个实验大楼 彻底的给炸满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整个中山医院 将陷于一片火海中 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 把青霉素彻底地给毁灭掉 大佐 你继续 是 在我们的保护下 齐晓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实验 但到这个本该摘桃子的时候 齐晓云身边却出现了两股势力 什么样的势力 一股势 断九红的采云帮 这样的人你也在乎 你不觉得可笑吗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 断九红是上海的第一大黑帮 对我们是有作用的 参谋部和陆军总长的精神 对这样的人物 我们要用之防止 另外 青霉计划的另一部分 是我们打算在重庆秘密地购买青霉素 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断九红在重庆的关系网 虽然最后调查的结果表明 这个关系 其实是陈惠霖医生的关系 但这也是试过之后 我们才知道的 青霉计划的另一部分 在重庆的实施 让我们特高科 在重庆的谍报网毁于一旦 这是我的失误 这第二股势力 是不是我们打了军统 正如三田将军所说 我们暂时容忍断九红 可以利用青霉素来和我们 换取更大的走私特权 这也是他对三田将军的承诺 第二股势力 我们最先只以为是军统的人 找到这个人了吗 有一个叫赵苏鸣的人 在他后面应该有一个幕后 找到了吗 请不要打断他 赵苏鸣后面的人 到现在还没有最后确认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张东阳 实则是上海共产党 医疗委员会的特使 原名周国景 在两年前就直接参与策划了 地下党制定的 劫持袁真父母和段九红的 走私药品的天使行动案子 这次一号真纪行动 他不但和段九红眉来眼去 同时他还代表了南京政府的利益 为此当我们准备借地下党 营救齐小云之机 想套出他口中的秘密时 因为上述种种势力的干扰 加上周国景的破坏 让我们这次行动就失去了机会 西大佐 周国景可以不说什么了 可是 使我最不明白的 你为什么要暴露我们的内心 黄元本君 虽然他对他的妻子 犯下了巨大的罪恶 当我们从陈惠霖身上破解了 齐小云转移给他的秘密时 等于得到了军种 但军种还不能生产青霉素 我们还需要配方 这个配方就在袁真的脑子里 但袁真因为自己父母的案子 加上自己命运转折的打击 患上了严重的歇斯底里心理病 所以从他的口中 套出配方来的话 是不可能的 办法只有一个 治好他的病 要治好他 就得要他的表姐 陈惠霖的配合 我呢 就利用他们两个表姐妹的血缘关系 得到他们两个人的信任 所以我不得不 抛出黄原本 第二个重要原因 他们的人不信任我 一直不让我接近齐小云的秘密 为了得到信任 特别是他们的熟闹人物 老范 这样做的效果很明显 我不但治好了袁真的病 也得到了他们所有的人 包括陈惠霖和老范的信任 对不起 西大陆 我不得不打断一下 既然你早就知道 配方在袁真的脑子里 那么按照你刚才的说法 只要治好袁真的心理病 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 即便是齐小云死亡以后 他的秘密转移不转移 就不重要了 甚至还可以这样说 如果我们当初控制住了袁真 齐小云的价值就不存在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围绕的军种 费这么大力气 还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呢 你的问题很无知 第一 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确认 袁真身上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配方 我们只是出于猜测 因为他曾经参与了 齐小云的试验 第二 有配方的确可以培养出军种 不过 根据我们帝国医学专家提供的资料 成功的青霉素军种 要经过上千次 甚至上万次的培养和试验 才能生产 时间 少则半年 多则几年 甚至数十年 这对日渐恶化的战局来讲 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给东条阁下的军令壮士 在最短的时间内 要完成青霉素的计划 所以我们必须得到 现成的科学成果 因为这样 我们才一次又一次地纵容陈惠林和周国警等人 也就放纵了袁真去刺杀他的丈夫黄原本 因为黄原本差一点暴露我的身份 而这以后 袁真的表现正如我所料 但我低估了齐小云的防范心和他的智慧 习义大祖 我们对你在青霉行动计划执行的过程中的怪异行为 始终持审慎的态度 但是 自从你制服了袁真 并从段九红手里得到了郡主之后 组织了大量的实验和生产 我们才改变了对你的非议 可是这种行为并没有继续下去 所以才产生了今天的这场直学 失败的经验教训 我们是要总结 可是习义大祖 你刚才提到了战局 提到了时间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甚至连总结失败教训的时间 都没有了 我明白 你明白什么 我明白 我还有一次机会来完成青霉计划 请将军宽容 如果这一次你再完不成任务 你要承担所有的后果 如果我再一次失败 我将剖腹谢罪 恐怕到那个时候 你个人的生命已经无足轻重 我要特别提醒你的是 你和陈慧玲的这种感情 已经严重地干扰了计划的实施 我不希望再看到这种情况 我给你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周国庆的确不是一种人 在他面前我显得多么的狭隘和卑微 他才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却一次又一次地给他 给那些想保住民族科学成果的人 不断地添麻烦 我只沉溺在个人的感情和命运的打击中 我报复了灯红的命运 害死了季晓宇 现在 周国庆 又因我而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要干什么 我又去找西一鸣了 我又去找西一鸣了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大佐 我始终认为 你是帝国的一名优秀的特工 但在我处理周国警 就是那个地下党的特使龙舌兰的问题上 始终不能释怀 请将军明示 因为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那个时候就怀疑他是共产党 可你为什么还把他调到了我的身边 致使他破坏了我们想从齐晓云身上套取秘密的计划 将军 你可知道 齐晓云 老范 龙舌兰他们 这些共产党员后面 还隐藏着另外一个人 他叫做于美人 是啊 那也只是 我们在窃取了共产党的秘密情报里知道的 但是到现在 我们也没找到这个人呢 把周国警调到我的身边 我的想法是 为了齐晓云安心做实验 另外就是让共产党方面放心 可你不是说齐晓云和周国警他们始终没有达成关系吗 我想齐晓云并不知道周国警 但周国警是知道齐晓云的 当 你不同意抓周国警就是为了那个愚昧 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 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 因为当时 元真的病情正在高峰期 我要在他的身边 而周国警 对我身份的证实 比老范还管用 那么你是在什么时候 最后确认 他就是地下党的特使 龙舌兰的呢 他拿曾牌掌开刀 我才对他有了肯定的认识 不过 他只和老范单线联络 这就是你在武川路指挥黄原本击毙老范的目的 军种配方都同时出现了 只要老范一死 于美人就该出现了 但我没想到却跳出个龙舌兰来 之前就做好了比我更高明 更绝对的准备 将军 最新破译的军统秘店 念 最后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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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拿这个去杀西一米狼吗 我要去阻止原真 当着原真的面 揭露西一米狼 丑恶的嘴脸 我答应过齐晓云要救她的女儿 虽然 我从来没有爱过邓红 但是 是我暴露了她的秘密 我有愧于她 可你这样除了去送死还能干什么 周国警说过 日本人需要我 因为他们怀疑 齐晓云转移给我的秘密 还不止这些 可是这些都有可能是周先生的一种假设啊 如果这种假设 是真的呢 是啊 依我看 周先生 不会是因为仅仅在你面前揭露西一米狼的真面目 他自己就去送死 他这种人 我了解 不完成自己的使命 绝不会罢休 是啊 像他这样的人 是不会仅仅为了证明西一米狼是日本间谍 就去牺牲自己的 如果西一米狼说的 袁真犯病的话是真的 那么就像周国警说的 袁真的饰演是不成功的 那就是我的机会 也是我最有力的武器 惠玲 你要想好了 你这一去很可能就是 凶多吉少啊 惠玲 强子 我答应过 如果周国警是对的 我会跟他道歉 但是我又想 像他这样的人 并不需要道歉 他更需要的是行动 你这一去是凶多吉少啊 惠玲 这幻成生命 你会放弃吗 仅仅是为了周国警 我也必须去 陈主任 你看 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人了 还是找个地方赶紧躲起来 江主任 那么多人都倒下了 可我还活着 事情由我而起 就必须由我来结束 陈红事件发生之后 国民政府还掌握着青霉素所有的主动权 当时我们还是局外人 不过现在我们有了军种 有了配方 有了陈惠林 有了袁真 他们害怕自己成了局外人 这封密殿里面强调的是最后 将军 他们要尽其所能的力量 来摧毁我们手上的青霉素 加强戒备 保护好袁真 保护好实验室 给我搜查每一个角落 一旦发现可疑的人 杀 是 将军 我建议 现在驱赶医院里所有的贫民 将医院改成青霉素加工厂 要留下一些中国病人 做活体实验 报告 这怎么这样 报告将军 慌什么 我 好 erman 此 地 از 优优独门 腮 没 啊 嗯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军 陈慧玲回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副院长先生 难道心理医生 不仅要有双重人格 还需要两张脸吗 你不必这么严正以待 你这儿有哥伦比亚古咖啡吗 我的习惯是不加糖 你还记得我喜欢喝巴黎浓咖啡 加古巴黑糖 除非你到了中国以后 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 我也记得你喜欢喝哥伦比亚苦咖啡 不加糖 从1937年 12月13号以后 我就戒了 怎么 是没有咖啡 还是不欢迎 作曲 李宗盛 沉默 陈慧玲回来了 沉默 有时候会震破 耳末 不敢被风淹没 还要最后一波 燃烧自我 因为我 心还是那么狂热 爱有错吗 让一个牺牲另一个存活 谁说生和死不能够穿越 当我照亮长夜 那么好不顾一切 你一个感觉 那是我 用灿烂与你问别 看我熊熊闪烁 你才能记得我 看我淡了颜色 你就依依不舍 生命谁能把我 坚强或是脆弱 只有一支唱歌 我愿意决定 我愿意决定 你 没有想念 我愿意决定 我愿意决定 你 没有想念 做罢 让一个 牺牲另一个存活 谁说 生和死不能够穿越 当我照亮长夜 那么不顾一切 那个感觉 那是我 用灿烂与你吻别 所以我要闪烁 很黎明不分割 所以我不退缩 因为黑时 山满过 用我澎湃的血 证明生命不枯竭 我将永恒不灭 Zither Harp